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我今天示范一下平常去换灯仔是怎样换的 大家都见到这些灯仔就是我们普通家用的灯仔 上面这个有灯的我们叫灯曲 就是比冷气机用的 那你见到有个指示灯亮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些灯仔先 那这个灯仔呢就见到是一个孖位制来的 那它有分别有两个 一边又开一边光管 另外就控制另外一支光管 那就可以分别地开关 那这些有很多款式的 它有三位 四位 也有单位 那还有很多款式的 版面都有很多种 有些是很大粒制的 有些是最传统的 叫最小粒的 新款是一块板的 是这样的 方便你们按键 轻手点按键 因为这些就要比较大力点按下去 开关键 那我们就尝试一下 现在拆一拆灯仔来看一下 看一个步骤是怎样的 那首先见到 这个灯仔呢 两边呢 就有两个收口 其实里面呢就有两口螺丝 用来收拾这个制面的 那通常我们拆这些制面呢 就会先用一支剂刀 去铛铛铛铛 四方形的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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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 或者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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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铛�铛�� 兩邊就中間有兩顆螺絲 我們嘗試一下鬆開兩顆螺絲 好,我們說這麼快就鬆開兩顆螺絲了 我們打開裡面來看看 打開裡面就會見到 有幾條啡色的線 這幾條啡色的線就是我們俗稱的 就叫來電, 枕氣, 火線, 很多種稱呼的 至於電線的顏色你可以參考我之前拍的影片 因為我拍了一條影片 是講解過那些顏色是代表什麼 還有那些色碼 因為香港的色碼 近十年就轉了顏色 所以在家裡那時候 很多時候會看到有 紅色, 黑色 那些是舊一批 即是舊一批做落的顏色 電線 如果新造近十年 因為已經轉了十年 如果新造近十年做的那些 通常都會是啡色 啡色是火線 藍色 藍色 就是中性線 水線就是黃綠 這個是膠鍋 黃綠色就是代表水線 好, 我們先看看 我們首先看到有這麼多條啡色的線 因為其實中性線可以不用理 因為中性線已經是直上去的椅子 做回路 我們如果是普通的開關 我們通常都是控制它那條火線 給電就開, 關了電就關 這個基本的原理 至於怎樣去控制它開關燈呢 就要靠這些燈仔 去一個開, 一個關 從而去令到開燈, 關燈 那樣的動作 機械動作 所以我們就是控制 啡色火線就已經足夠了 OK, 那通常我們做法 現在呢, 就會是將 譬如你電箱配電箱 拉一條線過來 拉一條線過來 那條就叫做來氣 即是離電的線 離電的線 通常我們會是 包一條膠布 去做一個記型 這條 現在所見這條呢 就是來氣了 因為包了膠布 那至於其他沒有膠布的那些呢 就怎樣分呢 通常呢 我們這些呢 就是 叫做 是 出氣 可以這樣說 都是上燈的 因為你始終你 控制這些開關呢 一定是有一條入 有一條出 對啦 這樣才是為之一個 叫做完整的 開關的線路 對啦 那現在所見呢 就是 這條來氣 就入啦 即是給電 那這些線呢 這兩條線呢 就是出啦 那一入 兩出 對啦 至於怎樣兩出呢 就是因為我這裏有兩支光管 有兩個燈仔去控制它 那所以呢 就會有兩條線 這兩條線就是啦 我們叫做制線啦 即是俗稱啦 電燈路 所謂 對啦 那他們有兩個燈仔 那我有一條來氣 那那怎麼辦呢 那他們 正常的做法 就會拿一條來氣 先進入了個燈仔 那當然啦 這些燈仔是 每一隻燈仔都不同的接法 那要請回 即是請教一些比較專業的師傅 因為每一隻都不同的做法 那我先說我這隻款式 我這隻款式呢 我這隻款式呢 就是 這裏是進入的 下面這椅子 它應該有打開一個mark的 寫著common 那樣的 對啦 那另外出呢 就會寫了一個一字在這裡 不過現在可能看不到 對啦 即是一出啦 你一拍掣 這樣就兩點 這裡有兩點 有兩個螺絲的嘛 你一拍掣 這樣就兩點就通了 如果你關了個掣 那就是這一點有電 這一點就沒有電 那麼就截了一些電 那麼就不關燈 不關燈咯 那大家都 看到啦 我按一支他批下去呢 是 著了燈的 對啦 即是證明它是有電的 那這邊也有電了 對啦 那你普通的其實 普通電燈師傅 都是用這些這樣的方式去 檢查一下它 看看是有電 條電線有電 還是沒有電的 對啦 那我們先關掉它 先關掉一個按鈕 檢查到 咦 還著燈咯 指他批 那這邊呢 又沒有燈 即是 變了是關了一個按鈕 那這裏出電 出線呢 就是沒有電了 那講返條內氣 怎樣可以一條線駁兩個按鈕呢 它就是 這條內氣 入了這個按鈕 跟著再 剪一條線 駁通了旁邊這個按鈕 那就變了 這兩個按鈕都有電多咯 對啦 對啦 如此類推啦 那這三個按鈕 那你再駁多一條線 另外一個按鈕 變了三個按鈕都有電到咯 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對啦 那你駁通了 好像這裏這樣 駁通了兩個按鈕 一條內氣 入了線 駁通了這個按鈕 然後兩個按鈕有電了 那跟著呢 就這兩條線呢 就出線 給回電 上支光管 這條也是 那這個呢 就其實是最簡單的線路來的啦 那都是如此類推啦 如果三個按鈕都應該有三條這些線 去上燈這樣咯 OK 那我假設我要換了這個燈仔 因為這條線就鬆了 那我想摺緊它 換我的新燈仔 當這個新燈仔 對了 那我怎樣去正確地收回十條線呢 那一條電線啦 開了皮 你看到這些開了皮 見到銅了 適當的長度 跟著就 對入這個孔啦 這個接線孔啦 那會見到 這裏有口螺絲的 那我們收回它 收到頂手緊就OK的啦 不用 因為收得很厲害的 因為收得很厲害呢 這些線的雜質都比較重 可能會收到 條線會斷的 夾到 OK 那收一條線 那我們可以 最穩陣的做法 拔一拔它 看看會不會掉 如果不掉 就證明都 叫做實了 穩陣了 對了 其他都沒有問題 那我換了個燈仔 當我 那跟著就 將些線 放回到箱仔那裏 因為其實 本身下面呢 這裏有個四方的鐵箱 對了 那我們就 將些線去 收回 去 放回到鐵箱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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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是傳電的 是啊 按進去的時候 要小心點 是啊 那 小心點 輕手一點 那現在呢 就可以 收回兩口螺絲了 都是要对两个螺丝洞去收回它就OK了 那这两个螺丝洞呢就真的要慢慢收了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洞 所以都是要憑感觉去试一试位 看看它是收不收得到的 收两口螺丝都有一些技巧的 拆就很简单 到你收回去呢 就有些...有些巧妙 哈哈哈哈 而且要適合螺丝的长度 那这些如果照拆照装的 基本上这些螺丝都適合了 其实这个长度 因为如果你太长的螺丝 就会顶着箱子里 收不准,收不紧的 对 对 那两边都收回它 不用收得太厉害 其实刚刚紧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真的收得太厉害 有时候螺丝会抬一下 以及会收爆的按钮 都会有这样的可能 OK 搖一搖去 是确实 那我们就可以 盖上两个按钮 盖上两个 叫做收口盖 我们叫做 OK 那就完成了 普通个... 家用的按钮 就可以更换了 好了 那我们下次呢 就可以讲解一下 上面这个... 嗯... 冷气的按钮 如何换 其实... 方法其实都... 大致都相同 不过就... 里面那些... 那些... 线路呢 接法呢 就有少少分别 就不会... 不同按钮 那其他都是松螺丝 拆装方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下一条片再讲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先 下次再见 拜拜 好 拜拜